最近消息 国内又传出有医护确诊 北市的国台医院在昨晚证实 一位急诊医师经过PCR裁剪 阳性确诊 根据疫调推测是在5月29号 为急救病人插管时被感染 目前已经收治在专责病房 相关状况要联系给记者徐止玄 好 主播观众带你关心台北国台医院 昨天晚间证实院内也有医护染疫 院方表示由于疫情严峻 为了加强同仁健康监测 从5月19号开始定期每5到7天 会针对COVID-19高暴露单位的员工 像是急诊 家户病房及专责病房 还有清洁人员等低线人员进行裁剪 没想到昨天就有一位急诊医生 经PCR裁剪阳性确诊 目前已收治专责病房 而根据医料推测急诊医生 应该是在5月29号 帮急救病人插管时不胜染疫 由于这名医生在院内的活动范围 都在急诊区 为了慎重起见台北国台医院 也一度从昨天的下午3点到晚间7点 暂时停止急诊服务 进行环境清销 给匡列相关的密切接触者 做立即裁剪 所谓急诊医生 必须长时间穿着全套防护装备 所以匡列的密切接触者不多 目前传出匡列的六位密切接触者 初步裁剪结果都是阴性 稍后还有最新状况 也将持续为你掌握 先把时间镜头交换棚 对护装卖 好 好